温碧霞与富豪老公的差距 一个四少女 一个像古兴老农 大家都知道 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都有许多无法超越的经典形象 比如六小灵同老师的大圣形象 以及温碧霞学美苏达吉的形象 而说起后一个经典故事人物 我们就不能不提温碧霞 虽然温碧霞早已身处娱乐圈之外 但是我们还是能在网上看到他抛出的一些美照 尽管如今的他已经快五十了 但是脸上留下的岁月痕迹依旧很少 那种少女的气质仿佛是生来就有的 不过温碧霞最近抛出的几张沙滩美照 却遭到了网友吐槽 当然这吐槽的对象怎么都不会论到温大美女的 原来几天前温碧霞在网上晒出了一组沙滩系水图 看微博中的照片和配文 很容易看出这应该是一家人在外出游玩时拍摄的 只见温碧霞身着一身橘黄色起脚长裙 配上一件白色的蕾丝上衣 一张张图滑过 似乎他还如当年的少女一般青春美丽 可当看到温碧霞和其富商老公的海滩合影后 网友却坐不住了 原本还开心看图的网友纷纷出来吐槽他张合影 其中有网友表示道 美人似于其丈夫为何却像个老农夫 话中既有一种嫉妒的情绪 还有一点惋惜的意味 当然 虽然在温碧霞夫妻二人细水的照片中 其老公的形象确实有点不入景 但是就温碧霞个人的美貌来说 他足以拉得起整张照片的格调 再加上孩子们的俏皮可爱 其实照片从整体上看 我愿意见到 我愿意见到